古代皇宫当中最多的就是宫女 一个皇宫当中 宫女的数量可以说是其他所有人加起来的两三倍 作为宫女还有学不完的宫规 本来封建王朝规矩就多 制度森严 在清朝 宫女连睡姿都要按照规定 要求必须将身体蜷缩成S型 双腿紧闭 如若身体出现姜麻 可以换个方向 但是姿势不能变 如此严格的制度是不是让人难以置信 最难以想象的是 为什么要规定睡姿 不能养着睡 这是为什么呢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文史 欢迎订阅观看 睡姿也必须按照规定的来 其实这其中原因有三个 牢记自己的身份 作为宫女在宫中要遵守的宫规本来就多 侧躺着睡觉只是其中一种 其实主要就是想让宫女们能够清楚 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是服务者 就要做到随时待命 时刻准备着工作 皇帝迷信 皇上作为天子 大都喜欢迷信 认为不好的睡觉姿势会给自己带来邪物 会冲撞了神明 玷污了神明的眼睛 所以便制定了宫女睡觉必须测躺的姿势 不但为了辟邪 而且主要是避免下凡来的神明被冲撞 节省空间宫女的数量极多 但是皇宫够宫女休息的房间有限 除了伺候皇上 还有嫔妃 所有很多时候都是许多宫女一起住那种大通铺 这时人均占用面积就非常小了 要想睡下就只能测着睡觉 大家都测躺姿势统一的睡觉 就会节省一大半空间 为皇宫也解决了一大麻烦事 可以说一举两得 因此宫女们的睡觉姿势就这样被统一了 如果有人不按照规定的来 就会被查房的嬷嬷教训 或者被地位高的高等宫女和公共责罚 如此可见宫女的生活有多么艰辛了吧 清朝的婢女 绝大多数全是满族人 也就是满族女人 清朝的婢女和其他时期 一样都是源自于民族 但是都源于八起 清朝从光绪静观逐渐 就产生了选秀节目规章制度 而且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 选秀节目关键由互部举办 另有宗人服选秀节目 主要是挑选婢女 一年开展一次 每三年进行一次 但凡年纪到13至16岁的女人 都需要参加选秀 并没有参加选秀的女孩 不可以出嫁 要是被选定 她们便会成为皇帝的妃子 或是赐予皇家子孙后代做福建 而并没有被选定的嫔妃 就需要留到宫里当婢女 直至超出25岁之后 才可以被准宇出宫 婢女入宫以后 首先要学的便是礼仪知识 和后宫中的繁杂规定 提及规定 清朝宫里的一些规定 的确比别的时期 要更极具特色 更奇怪一些 例如婢女在皇宫里 绝对不能独自一人走动 务必有些人结伴而行 即使家人来探亲访友 也不能独立去见 皇宫里又不可能有打劫的坏人 为什么不可以独立走呢 想一想 真的是难以理解 较为严格的一项规定 就是不可以婢女识字 这一道不难理解 由于历代王朝 都严禁宫里专权 但是像以前的一些时期 宫里当中并没特殊规定 不许婢女认字 例如女工 他们其实就是高端婢女 有一些人才时 乃至都没有在后宫嫔妃下 清朝宫里 也有两大奇葩状况 而且是相互联系的 最先皇宫里 不可以烧柴 只有烧炭 这一要求导演能理解 终究明朝发生过 数次火灾事故 为了更好的防范于魏然 就挑选烧炭 次之便是宫廷没有厕所 每个人只有用宫筒 大家辩解以后 再将炭灰倒进宫筒里边 这样做 尽管较为环境卫生一些 但是却十分的不便 远并没有修建公共场合 来的简易辩解 大家好多人在收看宫廷戏时 常常见到这种剧情 一位婢女得罪了某一妃子 或是有权力的太监 一段时间以后 便会发觉 他们诡异的身亡 并且大部分状况下 都会被评定为自禁 影视作品尽管有一些夸大成分 但是晚清有一位婢女 曾编过一本回忆 她的确见过婢女 由于容易得罪人 而被杀死的事 显而易见 一入颐和园北宫门深四海 莫说是真实身份 较为低的婢女 即便是被评为妃子的嫔妃 一旦入了宫 他们的运势 便会越来越错综复杂 不可于知 我国古代帝王妻妾成群 声称所谓的后宫家里三千 因此在皇宫中需求许多的差异 一些差事能够由女人承当 但有许多的戾气活则需求男性承当 而为了坚持皇室血缘的纯洁性 到宫里边执意的男性 则有必要静身 而所谓的静身 不必解说 咱们也都了解是怎么回事了 当然 静身这种粗野的准则 不只在我国古代存在 国外也有 静身 这一粗野准则虽然不是我国的特产 但我国古代前史上 静身人数之多 在全世界都是独占凹头的 比方明代的皇宫里 其宦官最多时 就达十万人之多 当然 被静身者 也并非都是进宫干事的宦官 也有可能是一种惩罚 急功行 比方咱们了解的史学家司马迁 就曾受过此刑 此外 在明清两代 咱会发现来自河北 山东一带的宦官十分多 之所以会这样 是由于这些当地多为严谨地带 长不了什么庄稼 一遇到天灾人祸 老百姓们便无以为生 在日子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许多人家没有办法 只要忍痛将自己的孩子 静身后送到宫中 以谋一口饭吃 进入宫中的宦官中 有少数人青云直上 这为一些想经过走捷径 到达发家致富意图之人 树立了典范 所以他们便自动给自己静身 进入皇宫 比方咱们了解的晚清大宦官李莲英 就是典型的比如 当然在古代 不止只要男人进宫需求静身 女子进宫当宫女 相同也是需求静身的 并且他们遭受的手法 比宦官还要残暴 那么他们终究遭受了什么呢 跟男人进宫当宦官相同 女子进宫当宫女 也是为了生计 但是不相同的是 宫女作为皇帝的一切物之一 要是有幸得到皇帝的宠幸 那么一招飞上枝头 变凤凰也说不一定 但这不计其数名宫女中 能遭到皇帝宠幸的 寥寥无几 许多宫女大多只能从事 一些根本的作业罢了 但这后宫之中 最多的就是孤单与孤寂 绝大多数宫女 只能是半孤枕而眠 在深宫里 这些合理青春年华的宫女 她们一个个情斗初开 却没有爱情可言 所以宫女与宫女之间 便彼此结合为配偶 彼此照顾 陪同 这就是有名的对事 此外 这些宫女还会与宦官 彼此结合 同吃同睡 抗力情深 就像一对真夫妻相同 但宫女是正常女人 而宦官则是行鱼之人 非男非女 所以这种异性恋是变形的 所以人们便将其称之为菜户 当然 除了与宫女宦官之外 一些宫女 还会与担任后宫安全的侍卫 有密切来往 这一来二去 难免会做出 欠好的工作出来 而在后宫之中 这类似的工作 是肯定不能被答应的 所以 在一些朝代中 宫女进宫时 也需求静身 比方在明代人 王兆云的 《结石圣坛》一书中 就曾记载了 女子静身的手法方式 也被称之为幽臂数 用木锤击妇人凶妇 即有一物罪 而掩蔽其聘妇 只能便逆 而人道永费矣 简略翻译下 就是用木锤击打女子的凶妇 使其心耗心耗掉落 不能使之怀孕 所以你看 宫官静身仅仅外伤 而女子静身 则是内伤 并且是大面积的内伤 比起宫官来还要残暴 由于内伤比外伤更难治好 何况 这仍是在医疗技能 并不是很兴旺的古代 所以其实因忧必数 而死的女人不在少数 宫女是封建宫廷中 一个数量庞大 而又特殊的群体 中国古代宫女真实生活状态 任人蹂躏 与牲畜并无差异 异常悲惨 她们不仅承担着宫廷内院 日常服侍主人的工作 还经常有可能被皇帝临幸 但最终往往得不到长久的恩处 所以说 命运是比较欺望可怜的 这些宫女会贿赂一些出宫的太监 要么要求她们出宫 回来时代购一些胭脂水粉 要么就变卖一些金银珠宝 为的是能够打扮自己 希望有朝一日能被皇帝看上 一跃成为主子 最后能为皇帝诞下一位皇子 那么她们的命运也就不同了 但也并不是所有宫女 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有的一辈子都见不到皇上 要么仅仅只见到皇上一面 就算被宠幸第二天 也不了解这位宫女的名字是什么 怎么说呢 这都是自己选择的路 哪怕跪着也要走完 现在的大型古装剧 都将其美化了 真实的情景 远比剧中演绎的可怕上千倍 那些最初进宫 想着美梦的宫女幻想 都被现实打败了 在我看来 宫女最好的状态 就是做最基层的活 等到黄文降临的一天 出宫寻得一好人家嫁了吧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